身为一个检察官需要有效率的 把这个手上的案子给他处理好 不然的话堆积如山了这样不行 屏东地检署一位检察官 就是被法务部揪出来说 承办的案件延迟的情形太严重了 虽然98年他就因为延迟办案而被寄过 可是到了目前为止 还是积累高达71件的案子都没有结案 监察院今天决议将他惩戒休职半年 结案速度很快 那造成民众在整个司法的程序 历久没办法结案 那我想这个对当成是一个折磨 拿着厚厚的一碟文件站在屏东地检署前 因为办案延迟 未来的半年 何克昌检察官再也无法踏进屏东地检署 民众要求的快应该是指整个司法程序的快 我不是只有单单执名检察官的快 事实上从中兴大学毕业的何克昌 85年分发到屏东地检署服务 机案至今多达71件 其中97年无故未接续办案6个月以上 但未满一年的就有33件 超过一年的有12件 监察院决议惩戒休职半年 平均的结案件数是 一万五千件 假设是这样好了 那我目前只有结一万两千九百三十七件 那我多领的 我领的薪水是全职的薪水 那我愿意把这个多领的薪水 我愿意退还给国家 对自己的办案平值相当有信心的他 强调要把未办案的薪水交还给国库 或许就是这样执着的个性 让他办案缓慢遭到陈处 中文新闻张春华 是会文SNG小组屏东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